周深现在人气备受欢迎程度有多恐怖 一句话就能让十几家家企业争相赞助 原来李克勤没有说谎 在当今娱乐圈 周深的人气之高 受欢迎程度之恐怖 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他的名字仿佛拥有魔力 只需轻轻一提 就能引起巨大的反响 有这样一件事情 足以证明周深的商业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仅仅是一句话的提及 就能让十几家企业争相赞助 这种现象在娱乐圈实属罕见 事情起源于一次访谈 当时李克勤在谈到周深时 曾毫不夸张地表示 周深的影响力非常大 他的一言一行都能引起广泛关注 当时或许还有人对此半信半疑 认为这不过是同行的赞美之词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周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 李克勤所言非虚 在一次公益活动上 周深无意中提到了一款自己喜欢的产品 并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企业 参与到这样的公益项目中来 没想到 就是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 竟然在短时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十几家企业纷纷联系活动主办方 表示愿意赞助此次活动 甚至有的企业为了能和周深沾上边 不惜投入巨资 这一现象让业内人士惊叹不已 周深的人气可见一般 他的名字已经不仅仅代表了一个歌手 更成为了一种商业价值的象征 企业们看中的 正是周深背后庞大的粉丝群体 和他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周深的歌声如同天籁 深入人心 他的为人谦逊有礼 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 他的每一次出现 都能引发粉丝们的狂欢 他的每一次发声 都能成为热门话题 这样的影响力 无疑是许多企业梦寐以求的 如今 周深的人气已经无需多言 他的受欢迎程度 已经成为了一种恐怖的存在 而这一切 都证明了李克勤当初的评价 并非虚言 在未来的日子里 周深将继续用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征服更多的观众 创造更多的商业价值 而那些有幸与他合作的企业 也将因此受益匪浅 太牛了 歌手周深竟然这么厉害 不服不行啊 周深在联合国 早年的魔力与音乐萌芽 周深出生于湖南绍阳 曾贫困家庭 是一名留守儿童 早早学会了自立 也许是那段艰苦的岁月 锻炼了他的意志 让他在后来坎坷的音乐之路中坚持了下来 周深的音乐天赋是被一位音乐老师发现的 由于在音乐课上的一段歌唱 他被招进了学校的合唱团 并时常拿到第一名 但这样的快乐中段在变声期 他发现自己的嗓音 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变得浑厚 感觉自己成为了异类 一度感到自卑和孤独 差点远离了音乐 但最终还是在高中时的一次校园歌唱比赛中 重拾信心 发现了独特的嗓音 证实自己的优势 坎坷的音乐之路 然而周深的音乐之路并非就此一番风顺 周深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谈起过当年自己高考失利的经历 本来是是通过了三所高校的艺术特长生考试 获得了高考降分录取资格 但在高考时因看错时间导致高考失利 而他拒绝复读 他的父母听说乌克兰的牙科和音乐特别好 加上有朋友在当地学钢琴 最终决定远赴乌克兰求学 他从零开始学习乌克兰语 并成功考上医学院 学医的那段时间让他倍感压力 在医学院学习一年后 周深决定放弃医学 转而学习音乐 转到音乐学院后 因为自己独特的音色受到老师的关注 并逐渐找到了成就感 他说 他的钢琴老师曾对他说幸亏你没有继续学医 而是来到了音乐学院 这句话让他感受到了极大的鼓励 也重拾了信心 周深在出道前 曾活跃于网络平台 也是一名UP主 他经常直播 直播过程中 他不仅翻唱歌曲 也尝试原创 就是这样他积累了一定的粉丝基础 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演唱风格 这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现场演唱能力 对于他后来的音乐风格塑造 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此外 直播期间积累的粉丝 很多都一路陪伴他 成为了他后来音乐道路上的忠实支持者 也就是他的粉丝群体声米的雏形 转折点语一战成名 如果说 周深网络直播是他音乐生涯的起点 那么后来参加中国好声音 就是他音乐生涯的转折点 2014年 周深大三的时候 周深首邀参加中国好声音 在盲选阶段便以一曲欢颜惊艳了导师和听众 导师更是感慨着竟然是男孩子唱的 他的歌声清澈纯净 且富有穿透力 似乎能触及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然而 随着比赛的深入 一些对他的声线和风格的质疑也如潮水般涌来 最终 周深无缘冠军 惨遭淘汰 周深并没有因此气馁 返回乌克兰继续求学 同时 他演唱的欢颜也被推荐到了高晓松面前 他独特的音色 宽广的音域 赢得了音乐人高晓松的青睐 最终为他量身定制一曲 也就是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现唱印象曲《大鱼》 这一曲让他一炮而红 获得了年度内地十大先锋金曲 以及第七届牛儿奖年度金曲歌手奖等 也获得了海妖的称号 周深在好声音现场 历练与成长 后来 周深在各类综艺节目中展露头角 2016年 周深参加蒙面唱江猜猜猜 演唱了《申奇白马》等歌曲 其独特的声线和深情的演绎 征服了观众和评委 2019年 周深参加我们的歌 与李克勤组成《秦深深组合》 所向披靡 打败了那英语肖战组合那战队 夺得当季冠军 2020年 周深参加歌手当打之年 十七表演终究次获得前三 2021年 歌手的舞台上 周深演唱了一曲《大拉崩巴》 一人翻式舞角 彻底征服了观众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歌王 周深在这些综艺舞台上 展现了他多变的音乐风格 和深厚的舞台功底 伟大众所熟知 他用音乐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也让所有质疑无影遁形 他终于破茧化蝶 成为了舞台上自信 光彩照人的歌王 成就与认可 2021年 周深全年发表47首歌曲 成为腾讯音乐 由你榜的年度歌手 并有多首歌曲获得冠军 2023年 周深在腾讯音乐榜 发布2023年中盘点中 获得腾讯音乐榜 年度十大歌手奖项 十三首歌曲 共61次进入腾讯音乐 由你榜 周深还活跃在个影视剧OST 除了广为人知的动画电影 《大鱼海棠印象曲大鱼》 还有电影《江子牙片尾曲》 《情堵信一个梦》 是神令 主题曲《归处》 《流浪地球2》主题曲《人世》 电视剧《追风者》 主题曲《非你所想》 与君歌 主题曲《弱梦》 《大江大河2》 主题曲《何光同尘》 《成欢记》 《心动主题曲记》的 周深还广受官方平台的认可 2022年2月 冬奥主题的宣传曲《梦想直录》 由周深演唱 2022年3月 周深演唱的人民检查概念曲 《我的答案》上线 2022年4月 为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 《共青春》 主题曲《由我由周深演唱》 这些歌曲不仅展现了周深的音乐才华 也体现了它积极传播正能量 2024年的央视春晚上 周深领唱了《南望今宵》 《南望今宵》是春晚的保留曲目了 一直都是由李古艺老师演唱的 今年周深接过了这一重任 有网有戏称周深现在才31岁 若能持续这样的表现 未来50年的工作都被安排了 周深再次证明了自己在音乐领域的 实力和广泛的受众基础 周深在2024春晚 周深不仅在《华语乐坛》 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在国际舞台上也广受好评 他能够流利使用俄语 乌克兰语 波兰语 英语 甚至在音乐作品中 还展现了意大利语的能力 这不仅让他在音乐上能够跨越国界 更为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 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2021年 周深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缔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演唱 主题曲《何光同春》 2024年4月18日 周深受邀参加联合国第15届中文日 系列庆祝活动 并在活动中献唱了定制歌曲和评送 这次活动过程中 周深除了展现自己深厚的音乐实力 他流利的口语更是让网友 惊呼以一己之力拉高了娱乐圈的口语水平 这不仅是对他音乐才华的认可 更是对他作为文化交流使者角色的肯定 周深在联合国第15届中文日活动现场 独特的个人魅力 粉丝群体中 有不少是被周深的性格和三观所吸引 他敢于发声 拒绝被绑架 对粉丝的彩虹屁 常常以幽默的方式回应 非常接地气 在综艺节目中也表现出了 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一面 在人设为王的当下 他的真实显得尤为珍贵 周深更是经常和粉丝亲切互动 甚至互对 在一次演唱会上 一位粉丝大声喊道 周深娶我 周深机智回应 你是快递吗 我要娶你 曾经有粉丝在周深微博留言 深深你回几个字 我今晚就做几道数学大题 周深就回复了140个字 引得粉丝系称他为劝学达人 周深的音乐 不仅仅取悦了耳朵 更是触动了心灵 他的歌曲画身孤岛的经 和光同尘等 都以其深邃的内涵和深情的演绎 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了美好 他的歌声 总有一股温柔的力量 穿过了时空的界限 直击人心 周深的音乐之路 是一条不断探索和突破之路 他不断尝试新的音乐风格 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 只为给听众带来更好的音乐体验 让我们一起期待 这位了不起的歌手 将会用他的歌声 为我们会指出怎样更加绚丽多彩的音乐画卷 不断尽章的音乐